清素清洗清零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双最新的亲自背球鞋 看看哪一双才是你的菜 上一代的清洗我是喷过的 你双主打后卫的篮球鞋 中底又肉又软怎么弄行 这一次的特普清洗二呢 应该是听从了一些消费者的意见 该改的地方都改了 首先啊42码单支重量降到了380克 比上一代降低了将近20% 第二呢特报超临界发泡材料 被放置在了EVA的框架内 同时保留了外侧的TPU包边 中底的稳定性有了一定的提升 后跟的特报材料做了一个镂空露出 一方面视觉上提升了颜值 另一方面引导了形变来增加脚感 在后边这个TPU结构 就像一个爪子一样包裹住你的后跟 同时上面还做了加强筋 让你的后跟变得更加稳固 同时看得出这双鞋的鞋面十分轻薄 适合夏天 在关键部位也做了热绒加固提升强度 仔细看这些热绒和这些TPU 组成了一个彗星的图案 我个人超超超喜欢这个颜值设计 看完轻鞋我们再来看看轻素 这双鞋在更换了鞋面之后 穿起来真的非常像闪击7的夏季版 而且很负责的告诉你 这个中底系统的稳定性要更好一些 还解决了防侧翻卷边的问题 扇鞋面轻薄 但在前面两个鞋带孔 采用了两组热绒加飞线的设计 提升了鞋面强度同时呢 侧向支撑性和包裹性也更好了 而且这双鞋非常的轻 单只42码的重量只有340克 突破起来响应迅速 跑起来风驰电撤 当然了也有两个小问题需要注意 一个是鞋帮位置有点硬 脚踝粗的小伙伴会有些磨脚踝 第二个就是缓震的脚感几乎没有 这就是极致场地感要付出的代价 咱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再说说清零 这双鞋身上到处都是亚瑟士的影子 虽然没有人说平替两个字吧 但司马昭之心 粉丝皆知 体验下来这结构上 确实有很多利于体验的东西 中底外底对布袋的匹配外 这双鞋的鞋面也有一些小心思 比如说这个鞋带孔交叉的绑带设计 确实能够提升鞋脚一提性 内靴设计也是恰到好处 不压脚背也不会影响透气 中底虽然重心很低 但是脚感不会像轻速那么生硬 在我们实战多场后 我们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于后跟的强度 相对于上面两双来说 清零的后跟有点软 当然了这不会影响它的速度感 而且狭不言喻 以上就是三双清自备的新鞋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我觉得这别疑了 好 好 嘟 嘲